身份地位截然不同的两人意外成了好兄弟 相伴十年来却因为一个热吻让两人的关系管理了大弯 从此弯道超车 在通往激情的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且看霸道脾气的小狼狗公和青高学霸鲁干受的甜蜜爱慕 豪华宽大的包厢中 正在庆祝顾家小少爷顾家瑞的18岁生日 此时他们正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班长清了清嗓子将顾家瑞抽中的纸条大声念了 找一个人和他热吻一次 并深情告白 包厢里顿时向鞭炮丢进了鸡人杂造炒人 顾家瑞神态自若地看向旁边正在吃东西的善良 两人因为一次意外在幼年乡时 这么多年早就熟得不能再熟 接个吻应该不会太干吧 他朝善良勾勾勾手 过来结果得到善良的冷酥拒绝 顾家瑞露出一个略邪性的响 过来吗 乖让我亲一口 善良脖子往后缩了缩 管如遭到清泛的良家妇女 别靠过来 你如果敢 爸还没说完 顾家瑞猛地凑上来按住他的后脑上 一个热热的吻纵重落下 当吻落下来的那里 对面坐着的腾穴 变换成十八罗汉的布枕 齐刷刷掏出十八个手机 记录下这激情凝润 当这一吻终于结束 顾家瑞附在善良的耳边吹着热气说了一句 宝贝 我爱你 本来还维持着清冷的善良 听到这句话 不知怎么办 热红烧透了耳根 他拿起桌上的酒杯一吻 瞬间赶到自己的手脚开始发凉 脸色应该也是一片苍白 这么多年 克制住不去想他 不敢深入思考的问题 因为这个舞 有了答案 他善良 确实以好兄弟的名义 偷偷喜欢着顾家瑞 喜欢了整整十年 聚会结束 众人逐个告别散去 善良打算先回学校 却被顾家瑞制止 回什么学校 去我家呀 许是喝了酒的缘故 善良一张脸红敷破了 算了吧 这么晚了 我还是回宿舍睡 顾家瑞把他扯到了自己怀疑 霸道又强势 学校已经给你请过家了 今天我生日 你必须听我 这是顾家的老管家和叔 从一辆豪华车下 小少爷 上车吧 不得已 善良只能顺从地回了顾家大城 他洗完早躺到大大的床上 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那一吻之后 心一直砰砰跳个步 竟无法再保持平静 约莫十来分钟后 顾家瑞洗完早走出来 那结实的胸肌 性胆的腹肌和人余线 无不透着勾人的意味 他眼向床上望去 善良背对着他 似乎已经睡了 他没眼力劲地上前 轻轻摇了摇善良 善良转过头来 凶巴巴地说道 你干嘛 顾家瑞却一脸无辜笑 看看你睡着没有 善良没说话 只是瞟到那让人血脉奔张的身材后 尴尬地立刻转移了视线 神色不太自然 顾家瑞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次 到了桥门 好不好看 善良的喉结滚动一起 不好看 走开 顾家瑞轻笑一声 也躺在了床上 别害羞啊 你是我好生物 我允许你摸一下 说着竞针扯起善良的手 往自己的腹肌上 善良的手刚触到那阴热坚实的腹肌 仿佛触电视地色索了一下 他赶忙把手给硬扯 下次把你欲袍进 浪里浪荡了 快睡觉 说完强行扯了扯被子 逼着自己闭上眼睛 一遍遍告诫自己 不能醒 要冷静 顾家瑞看着他冷漠的背影 自呼自呼闹道 小没良心的 摸了我的肌肉就不认真 话说大家猜猜顾家瑞是谁的孩子 只因一个晚 男孩竟爱上了相伴十年的好兄弟 还生起了强烈的战友之欲 在钟表不停的低大声响中 顾家瑞逐渐陷入沉甸甸的睡眠 而当他睡着之后 旁边的善良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悄悄地转身 不敢喘气地看着月光下顾家瑞的睡眠 可这个魅力爆棚的家伙 认识了十年了 从他的观察来看 这家伙更像个直男 而他只是顾家瑞的哥们 好兄弟而已 总有一天他会亲手 把顾家瑞交到一个女人的手上 或许还要掩藏住自己的嫉妒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恋爱约会 拥抱接吻 一想到这 心里的不甘振振翻涌上来 善良心中有些自私邪恶的心 如果时间可以停住 如果顾家瑞一辈子都不找女朋友 那该多好了 第二天 是校运会开始的日子 在广袤的天空之下 由顾家瑞领队的高38班 正站在班级货场区等待走方阵 他气宇轩昂地坐着最后的屋 下一个就到咱们搬入场 都好好走方阵了 这时主席台上的女播报员换了章纸 用更加跌宕起伏 又做做的嗓音朗胡18班的入场口 同时还自作主张的对顾家瑞赞免 顾家瑞听到这个广播稿满头飞鞋 草 谁这么写的傻逼稿子 站在第一排的善良冷冷的撇太阳 我写 有意见 顾家瑞一听是他写 疼得一声战得更值 写得真棒 文坛奇才 善良心中恶寒 面色冷冷地顾理他 他才不信这家伙的鬼 不过话说回来 这稿子虽然是他写 但他可没写领队的男生阳光英俊这样 估计是这女同学自己加写 真是的 喜欢顾家瑞 也没必要这么大的 这么赤裸裸吧 还害得他背锅 很快就走完了方阵 顾家瑞不害羞地抱住善良 在他身上蹭了蹭 旁边的男同学见到这一幕开口打句话 哟 瑞哥 看起来这么激情呢 顾家瑞飞着脸切了一声 眼中带着警告一尾 这时前方的老师忽然吹了哨子 让抱了五千米的同学做准备 顾家瑞从不正经的皮皮的状态中抽出 一把拦住善良的肩膀 去终点等我 准备好饮料 善良嘴上答应得挺快 心里却在想 恐怕不用自己去 一堆女生提前一周就买好了运动饮料 等着给顾大帅哥送了 此时换上运动装的顾家瑞 已然站在了赛道上 那副极其性感撩人的肉体 让周围的女同学尖叫淋漓 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喝令 顾家瑞是在必得地摆好了 长跑前的姿势 看台上的善良不再瞎心 一颗心也微微悬了起 结果没想到顾家瑞这骚家伙 居然还有闲心转过头 朝他骚气地挑了条文 一个靠字陡然在善良心中冒了 真是皇帝不急 那啥急 自己帮他紧着 他看起来倒是放松得不得了 顾的发令枪声响起 赛场在一瞬间废逃起来 顾家瑞犹如叙事待发的猛兽 向着前方奔跑起来 善良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不自觉地握紧手中的手 当顾家瑞一步步向他所站的终点跑来时 他心里有一个念头猛的帽子上来 现在离高考还有一年 他决定在这一年 要霸占顾家瑞整颗心 顾家瑞所有的关心 今天必须是他的 谁都别想抢 只因和好兄弟来了一个热物 男孩瞬间明白自己早已完成了文乡 当顾家瑞越过终点线的时候 善良终于有理由在所有人热辣的目光中 堂堂正正地和好兄弟拥抱 他听着耳边顾家瑞火热急促的喘息声 心疯疯直跳 这个家伙连运动后的喘息声都这么心疼 他在心中默念了一万次各种数学攻势 才把自己乱跳的心安抚下 给你水 润润嗓子 顾家瑞一把锅过 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猴杰上下鼓动 要多性感就有多性感 善良听着周围人响彻天空的欢呼声 也忍不住赞叹了一句 一百米 两百米 五千米 跳高 立定跳远 运动会的记录都快被你承包了 顾家瑞将人霸道地搂进怀里 露出一个骄傲的笑容 脑子身体被罢 你又不是不知道 善良面带微笑 我找去身向顾家瑞的腰间红肯地掐了眼 就是喜欢搞这种直男追逐爱的小游戏 真是欠奏 此时已经快要十二点了 学生们丧失围成一般涌向石堂 善良和顾家瑞悠闲地走在人群后头 等到走到学校一个零音响刀上的时候 一个女生在其他女生的吹嗓前 红着脸站在了顾家瑞的面前 纠结了半天将一个盒子递了出去 学长 我一直关注你 也喜欢你很久了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善良的心瞬间悬了起来 刚下了决定 想霸占顾家瑞一年 结果没过两个小时就有人来停战 真让人措手不及 此时气氛变得有些干涉 顾家瑞挠了挠头正要回来 善良却忽然出声 说话不紧不慢 但却透着一丝丝清冷的味道 同学 我想先请问一下 你现在是高级 女生之前完全忽略 站在顾家瑞旁边的善良 如今被这么一望 心还有些猛 高 高音 善良点点头 双眸像是一汪深邃的湖水 我知道你一定很向往恋恋 可我还是想要提醒你一个事情 顾家瑞已经高三了 女生没说话 那些偷偷跟着的也是觉得莫名其妙 这人谁啊 一个男的 出来讲什么局 善良没有理会那些女生的眼光 继续不紧不慢的 顾家瑞的爸爸委托我 多看着给她的学习 我希望在这个关键的当口 她能把重心放在学习上 顾家瑞皱了皱眉 我爸什么时候委托你看着我 善良抬起眸子 眼神中有着郑重的意义 你别管 反正你自己决定了 话我就说这么多 话怒 只见顾家瑞伸手触碰上 那个粉色的点心 善良心意紧 难道将顾爸爸搬出来 也无济于事吗 结果顾家瑞只是轻轻用语 把这盒子推了回去 然后点了点 郑重地说了一声抱歉 在那个女生变得失望的眼神中 拉着善良往食堂方向而去 善良一路上却心不在焉 不住地唾弃刚才自己的表现 实际上顾爸爸根本没和他说过那些话 他刚才编造了那么一堆 就是希望顾家瑞能马上拒绝那个女孩 现在想想自己真是太卑鄙 人家女生都比他光明磊多多 两个人就快走到食堂的时候 善良将心中憋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 你 想谈恋爱 顾家瑞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 有想过 善良自虐般继续问他 那你 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顾家瑞认真地思考了一番好 将自己的想法往返到 善良听着他这些无心的胡 嘴唇咬得丝紧 看吧 人家是直男 自己果然是在自作多情 他不想再理这个云木疙瘩 自顾自地抬腿就走 男孩一心想把好兄弟带弯 结果好兄弟却想找女朋友 善良看着对面的云木疙瘩 心里有一股强烈的冲动 真想把这个男人的狗头 按到饭里去 察觉到危险的顾家瑞 抬头不明所以的妄想 你怎么了 善良摇了摇头 冷冷回了一句没事 但顾家瑞却不相信 十年的陪伴还是了解对方的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从刚才就开始不理我 善良倾咳了一声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把心中所想问了主 你真想找女朋友 顾家瑞皱着眉头 觉得今天的他有些莫名其妙 以前想过 这不是很正常吗 难道你没想过 善良内心嗤之以鼻 他还真没想过 随后又听见顾家瑞接着说道 现在高三了 班主任抓得紧 我也暂时没这想法 善良轻软了一声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呼得顾家瑞将牛肉丸放到善良盘 这是他们经常性的行为 不想给对方家最喜欢的菜 可现在善良心气不顺 看着顾家瑞像大狗摇着尾巴 等着头位的眼睛 便更加恼火 把顾家瑞最讨厌的洋葱夹给他 美名其约 不能挑食 不能浪费 顾家瑞瑞含泪水 可怜巴巴地看着洋葱 善良 你怪我 正在喝汤的善良差点没被枪死 靠 直男都喜欢这么对着男生撩骚的吗 真让人受不了 转眼到了运动会的最后一天 善良路过公告园的时候 看了一眼班级运动会积分排名 他们十八班和二十班 目前并列第一 正当他看得入神 一个人忽然推了他一些 回头一看是二十班的提问 秦磊 秦磊笑得有些邪性 看着就让人不那么舒服 话里话外嘲笑善良他们班 觉得他们不配和自己班并列第一 还下狠话说这次接力他们班拿下 善良听着不说 连话都懒得跟他说一句 恰巧他也参加这个比赛 还是到赛场上见真章吧 当他在赛道上做准备时 顾家瑞过来给了他个热情拥抱 并鼓励了几句 过了一会儿 随着发令枪响 赛道上的运动员几乎在一瞬间冲了出去 当看到第二圈被二十班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 善良心里咯噔一下 但好在他善于做心理建设 心绪很快冷静下来 他稳稳地站在接力区 等待第三棒的同学 当他接过接力棒 整个人如风一般朝前风跑 跑得耳边都是呜呜的丰盛 当秦磊看到善良马上要赶上来的时候 瞳孔瞬间紧缩 心中大乱 那即将被打败的滚滑 几乎要将他淹没 脑中呼得闪过一个邪恶的想法 并付出了心 他的手肘趁着转弯见细 往善良腰间猛然一出 善良瞬间失去了平衡 脚下一个劣迹 哼得一声砸倒在地上 那露在外面的膝盖和小腿 顿时被划开了口的鲜血之灵 虽然腿上的伤让善良痛得几皱眉 但他不甘心 心中一股怒气暴腾而出 在电光火时间爬了前 迈开了鲜血淋淋的霜 继续向前疯狂奔跑 不痛吗 当然很痛 但是拼了命也要忍 明明自己般的胜利就在眼前 就因为秦磊的一己私欲而毁亦一难 这对善良而言是绝不能容忍的 他绝对不要输给这种人 善良仿佛感觉不到痛 迈着双腿朝前疯跑 望着那近在咫尺的中间 他最后能赢得比赛吗 男孩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没有父母的疼爱 在这样的情感缺失下 造就了他无比执拗 宁死不回头的性格 明明十八般的胜利就在眼前 却因为卑鄙小人的一己私欲 而用了肮脏的竞技手段 这对善良而言绝对不能容忍 他仿佛感觉不到痛 迈着双腿朝前疯跑 可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 就算自己已经用了全力 可摔倒的那一下耽误的时间 终究是没能追赶回来 虽然最后输掉了比赛 但他不服输的表现 赢得了满堂色彩 顾佳瑞第一时间从看台上跑过来 看到善良腿上触目惊心的伤口和血迹 脸色都变了 也没说什么 直接弯腰把人给横抱了起来 走带你去校医院 善良点点 他到这个时候才等着 腿上的痛是这样剧烈 当路过秦磊的时候 顾佳瑞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那眼神充斥着暴怒和警告 就像一只霸道的牢 正在把猎物狠狠撕裂 这样危险的掩饰 让秦磊不由地哆嗦了一下 心中生疼起浓浓的不安 顾佳瑞没有理会他 目前善良的伤口最要紧 到了校医院 医生准备先给伤口消毒 顾佳瑞站在旁边 神色非常不好看 健壮 善良愧疚的低下头 轻轻说了一句对不起 顾佳瑞瞪圆了眼 显然气得不轻 对不起什么 因为没跑过秦磊 我告诉你 要是因为这个 那我今天不止收拾秦磊 我连你一块儿躁 善良正想说话 但此时医生已经开始给自己消毒 伤口因为受到刺激 疼痛感猛然泛起 让他不由自主地吸了一口冷气 烈幕争鸣起来 顾佳瑞瞧见这一幕 气势也顿时软不下来 紧张地蹲下来 你要是痛就咬我的手 善良本来想拒绝 可是痛得太厉害 忍不住张口咬住了顾佳瑞的手 旁边的笑意不由地感叹 你们俩真是好兄弟 一个咬 一个心甘情愿被咬 等他消毒完毕 对善良悉心地叮嘱了几句 主要让他这段时间减少走路 最好让同学牵着走之类的 善良听后嘴唇动了一响 嘴硬地表示自己一只脚可以 顾佳瑞咯吱咯地咬着眼 你少给我倦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去哪儿都有我背着去 善良看着顾佳瑞那凶神恶煞的样子 知道现在反驳也没 只能顺从地答应下来 当医生要给他包扎时 顾佳瑞呼地开口说道 我出去半点上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善良一听有些着急 迅速地拉住了他的手 你去干什么 顾佳瑞转过身 眼神是无比的坚定 我绝不可能看着你被人欺负 说完在善良担忧的眼神中 大步地走出了校医院 什么叫做传说中的十八班五 当顾佳瑞回到运动场的时候 他们十八班和二十班的同学宛如菜肌互主 正在进行激烈的争执 特别是五大气同学 瘦弱的身子释放着巨大的阴影 像个人形喇叭 顾佳瑞推开围观的人群 走入风暴中心 看着面前一脸傲气的秦磊挑了草莓 你怎么说 秦磊手紧缩了一下 但仍旧强装镇定地表示运动员 还是得有体育精神 既然善良自己摔倒了没跑到第一 那就得认输啊 顾佳瑞听着颠倒黑白的话 吃笑了一声 如果我们就是不认输呢 你们打算怎么办 秦磊的脸瞬间阴沉下 大家都看得清清实体 你们能不能认清现实 别做梦了 刚说完他们班的女生 也让他下次随身复活 至此两班新一轮的舌战再次整 还是旁边的体育老师出声 将双方叫给 让他们先回去 秦磊眼神阴暗 咬了咬一咬 转身要走 却听见顾佳瑞忽然对老师说道 老师 这是运动会最后一场比赛 等会儿就闭幕式宣布比赛结果 所以这事儿现在就得有个定义 体育老师疑惑地妄想 你的想法是 顾佳瑞的眼神瞄准了秦磊 既然我们两个班现在谁都顾 那不如趁现在 重赛一场 重赛一场 两个班的同学面面相去了一场 照现在这个形势看 两方都不服气 重赛一场 确实是个办法 体育老师挠了挠 和旁边几个领导轻声说了几句 然后转过来 就你们两个班重新来一场 二十班谁上 秦磊眼珠子转了一下 在自己班挑了三个最强悍的体育生 他挑衅地看了一眼十八班 文科班男生少 体育强得更是美景 看你们用什么针 顾佳瑞冷眼瞧着他那副得意的剑表情 我们班 我上 这时许云天从后面走出来 瑞哥 我跟你一起 顾佳瑞点了点头 转头看了一眼自己班其他的男生 在二十班这么强悍的阵容下 他们恐怕招架不住 想到这他决绝的 行了 我们班就我和许云天 体育老师很是惊讶 不由自主地又问了 再次得到肯定答案后 我就随他们 十分钟后 随着裁判员吹响哨子 比赛正式开始 看台的荒夫声如雷险 赛道上的比拼也是无比激烈 许云天跑前两圈 由于第二圈爆发力不够 被二十班拉平了距离 可当他把接力棒传递到顾佳瑞手中的时候 一切都变了 顾佳瑞仿佛变成了荒原上精壮的豹子 用最原始最野性最蛮横的力量 一往直前 他很快超过了二十班最后一棒琴 以绝对的第一姿态冲过终点界 仍在赛道上的秦磊眼前顿时一回 煮熟的鸭子居然就这么飞了 就这么飞了 此时顾佳瑞带着十八班的男生 站在终点处对他的脸的大拇指 而后大拇指倒走 往下狠狠一戳 吴生说了两个字垃圾 秦磊顿时胎软在地上 满脸愤愤不甘心 这是赤裸裸的鄙视 顾佳瑞邪笑的走过去 眼神霸道而狠 秦磊 我过来是想告诉你 赛场上赢了你们 是为我们十八班正 但是你推倒善良害他受伤这时 给我等 说吧 他把班门钥匙抛给许明天 等会儿你帮忙带队回班 你去干什么 吴嘉瑞回过身 那比例完美又皆是 曾经的身影在光影中格外面 我去校医院照顾善良 男孩刚明白自己喜欢好兄弟 对方就邀请他一起 构建两人的爱情 吴嘉瑞小心翼翼背着善良回了教室 他刚把人放下 就马不停蹄地要去食堂 给好兄弟带你 善良不想给他添麻烦 下意识地摇摇头表示自己不想吃 顾佳瑞佯装凶汉 声音都调高了许多 小崽子你再说一遍 医生刚跟你说的话 你都当尿滋出去了 让你补充营养 你还敢给我饿着 善良见这正儿八经 不知霸道的模样 心想看来这顿饭是不吃也得吃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饭坎 甩给顾佳瑞 行了 别吵了 我吃 顾佳瑞这才满意地责了一声 啼里啼气地朝外头走去 善良趴在桌子上 看着那挺直的紧 不由地生出一股庆幸 还好 高三才刚刚开始 自己还能再拥有顾佳瑞一年 此时微风袭来 拨动了那根心血 善良极不可耐地抓气 在便利贴上刷刷 写了四个字我喜欢 他想把这张便利贴脱 偷塞到顾佳瑞的书桌里 然而沉默了两久 他摇了摇头 这个字迹一看就是自己 不行 随后他又模仿着 小女生的可爱笔记 重新写了一证 想着这样应该就看不出来了 虽然也不是真的想表白 但用这种方式 至少可以稍微抒发一下情绪 就算顾佳瑞不知道是谁的 也没关系 至少他曾经看到过 下午 随着晚自习的铃声响起 班主任关云身着一席 现代旗袍优雅地走到讲台上 他今天主要是让学生 看看运动会前的时效联考 当成绩表展现在大屏幕上时 善良紧绷的心略微安定了一下 没有意外他依旧是第一名 而顾佳瑞心情却没那么美丽 排名正好是全班倒数第五 他在心中狠狠地操了一声 这怎么还能比上次退步了八名呢 完了完了 这次回家 铁定要被老爸骂 这时关云的声音再次响了起 关于这次考试 等我拿到具体数据后再专门详谈 接下来还有一个时 稍后会有新的同学转到我们班里来 他之前在外省 现在想转回本省参加高考 到时候大家互相认识 尽快让新同学融入集体 好了 大家自习吧 等到班里安静后 他将顾佳瑞叫出去单独谈谈 倒也不是训斥 而是为顾佳瑞的成绩支了个招 班里的陈晓云这次足足进步了九年 他在开学的时候向我申请搬出宿舍 学校附近租房子住 这样他可以不受宿舍吸灯的限制 比别人多学一会儿 我推荐你这么干 时间很紧 你只能再逼自己一把 顾佳瑞若有所思的点点 我考虑考虑 关云鼓励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了 你先回去吧 回去的时候 把五大气那个不知死活地给我叫出来 随后五大气脸色煞白 仿佛上刑场一样走了 顾佳瑞坐在位子上无聊地瞎想 忽然伸手戳了戳善良的背 我想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 你想跟我一块出去住吗 出去住 善良意识有些猛的 顾佳瑞则表现得跃跃欲识 对 在校外找个房子住 就咱俩去不去 善良的脸一下子骚红起来 固知如何是好 干巴巴地回了一句 那你让我想想 有小心思的他会接受这个邀请吗 当暗恋的人邀请你供着爱仇 你会作何反应 顾佳瑞听从老师的建议 打算搬出宿舍到校外去 但一个人有点不断 便鼓舞善良意气 面对着突然的邀请 善良意识竟不知如何是好 见状 顾佳瑞以他腿脚不变 和是不是好兄弟相邀请 死缠案的 威逼力又求善良同路 最后善良被折磨得无可耐 只能答应下 顾佳瑞这才满 手指灵活地转着 转得跟个风火轮式的嚣张 随后他从桌子左上 搅叠的一堆资料里 抽出一张卷子 暗场里先写下自己的名字 结果笔相当不给面子 写了两话没水 坐在前面的善良 突然听到他发出一声音 这个是什么 善良心咯噔一下 想着应该是发现了 自己写的纸条 虽然他知道顾佳瑞 不可能认出这是自己的笔记 但心中却依旧紧张 他略带心虚地问了一句 怎么 顾佳瑞耸了损肩 又被告白了 我连是哪个女生都不知道 上边就写四个字 你说这不成心动我吗 说着 他手轻轻一扬 很随便地把纸条扔进了垃圾腿 善良握笔的手微微一紧 在心里一边便对自己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无论怎样 他看到过了 就行吧 想到这 他的眼睛偷偷瞄了一眼 那狭窄的后桌 那还有一张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 或者永远都不会被发现 他这边正想了出神 教室的前门忽然被扣了两下 关云捋了一下 前额的一小旅回 请进 一个背着书包的女生走进 班里人的目光 顿时被这突然出现的女孩子吸引住 关云一见那女孩 眼中浮现点点笑容 通过他的介绍 大家知道了 这位就是刚转来的新同学赵思雨 赵思雨也不胆气 友好的和所有人打了声招呼 而底下的顾佳瑞 却整个脸皱了起来 暗骂了一声 我靠 善良往后靠了口 怎么了 你认识 顾佳瑞的反应很大 我老爹公司里一个部长的女 我告诉你 你可离他远点 他这人特傲 特凶 他们这边说着悄悄话 却没想到讲台上的关云 正把赵思雨安排到了善良旁边 赵思雨刚坐到座位上 就看到了顾佳瑞 阴阳怪气地说道 哟 这不是顾佳小太子营吗 顾佳瑞挑着眉 没说话 赵思雨倒也没再继续 礼貌地向善良再次做起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赵思雨 善良听下了写卷子的声 高冷地回了两个字善良 赵思雨伸手把自己揉顺的 非常发撩到头 眼眸如水 样开了笑语 名字真好听 善良点头说了声谢谢 也没多言 转回头继续写自己的卷子 赵思雨看着善良的侧礼 不然笑了笑 眼中划过一丝一样的神采 你知道学生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吗 那榜上必然有一种名叫 孝训通的玩意儿 只要出了任何的成绩 就以迅雷不及掩尔之事 即刻把成绩发送到家长手机里 毫无意外地 刚用实力夺得倒数第五的顾佳瑞 因为那该死的笑训通 当晚就被叫回了顾佳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严肃批评 批评过后 顾富恨铁不成钢 斩钉截铁地让他按照关老师的要求 搬到校外去居住 多花点心思在学习上 顾佳瑞爽快地同意 不过提了个要求 要带上善良一起 想着善良这孩子人品不错 学习也好 他们俩一块儿 兴许还能激励着顾佳瑞用心学习 顾富沉思片刻就同意了 第二天到晚 在何叔超强的执行力下 顾佳瑞已然站到了 租好的双人套间内 看着略小的空间 眉头紧皱已是不满 但就像善良说的 他们是来学习 又不是来干什么的 空间够用就行了 他一头倒在床上 虽然心里仍不满 可这床的软硬程度 倒是挺合心意的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整 他坐起身来 沈氏的眼光 在两张床上打了个转 而后忽然伸出手 一发力 把两张床给推到了一起 瞬间合并成为一张宽大的双人床 看着自己的节奏 满是嘚瑟地对善良说道 这样好多了 以后咱俩就这么睡 善良因着自己那点不为人知的小心思 觉得这样不太好 顾佳瑞却一副不允许拒绝的霸道模样 就这么决定 一张床睡有什么不得了的 你又不是女孩子 不是女孩子 就不用避嫌吗 难道不知道世上还有同性恋意说吗 善良在心中这样狠狠反驳 可他到底也没有拒绝 也许心中 确实有那么一点窃喜和蠢蠢欲动吧 不一会顾佳瑞从外面拎回来两个大袋子 我买了炸鸡和啤酒 来庆祝我们搬进这小破屋的第一天 善良望向那四个大男人都吃不完的食物 尽口多了 这么大的分量 你当这是喂猪呢 顾佳瑞一把将人揽到自己怀里 有什么关系 反正买都买 就好好地放肆一回吗 善良感受着近在咫尺的气息 郑宇在说些什么 就听见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顾佳瑞以为是房东 结果一开门近视的头发稀疏 带着厚厚镜片像教授一样的 通过老人的自我介绍 才知道他叫杨国斌 是华大数学系退休教授 受顾佛的委托来给顾佳瑞 进行一周三次的晚间补课 同时对顾佳瑞的学习生活进行监督 有情况及时向顾佛反馈 顾佳瑞的眼睛顿时瞪大 真没想到他爸竟和他来这招 随后又响起桌上的垃圾视频 故意放大了声音 老师 老师好 那什么 相伴十年就是有这种默契 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善良 急忙把东西拎到床上 给他们盖上温暖的被子 等杨教授走进屋子里的时候 善良安静地坐在床边 心虚地叫了一声老师好 顾佳瑞也顺势坐到他的旁边 挡住床上的凸起地方 本以为会蒙混过光 谁知杨教授鼻子灵敏 闻到一股鸡味 顾佳瑞和善良宛如晴天霹雳 难道两人会被当场抓包吗